我特别来讲 object mode跟edit mode的不同 请大家看这边有个object mode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object mode 这边都写的object mode 那我现在按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快速键叫tap tap键 你知道什么叫tap吧 在最左边那边 最一排有一个tap键 按一下tap键就变edit mode 再按一下变object mode 再按一下变edit mode 再现在变object mode 我给各位看一下edit mode 长什么样子 我按edit mode的时候 我把它转一下 你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object 其实变成很多个点 那其实在edit mode里面 我可以动任何一个点 举例来讲 我如果只想动某一个点 我想动某一个点 是可以的 我可以来编辑它 那我现在想要讲 怎么样增加一个新的物件 那我现在 这边增加新的物件 是第二个 short cut 你要记得就是 space键 我刚加一个tap 现在加一个space 注意哦 像在object mode里面 加一个space 用space键 加一个object 大家看一下 那我在加object的时候 我这边要介绍一个 叫做3D cursor的部分 你按左键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奇怪 这种怪怪的东西一直跑 有没有 那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简单来讲 就是你现在新加物件的 coordinate system 它的原点 OK 新加物件的原点 所以你按下一个space键 好 你如果假设要增加一个cube 好了 你又增加一个cube 它的原点就是刚才那个 那个 有没有 刚才我增加的那个东西 就在这边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 有几个物件 一个物件 两个物件 有两个物件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 我想给各位看的 第二个我 现在要到edit mode 我按一个type键 type键 我是不是到了edit mode 我到 我可以来edit这个 这个物体 对不对 好 那我一样按space键 然后我一样加一个cube 好 那我再回到object mode ok 很抱歉 你倒有点 有点混在一起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在选 这个 物体的时候 我在选这个物体的时候 我选 左边的物体的时候 因为它是在edit mode 加的这个 这个cube 所以它们是一体的 有没有看到 它们是一体的 那 这个家伙 它不是一 它就是自己的 它是另外一个新的 了解吗 好 所以edit mode 我再把它复述一点 object mode就是 你要产生新的object 好 那你就在object mode 做动作 你要对一个object 整个object做动作 我待会教怎么rotate 你最整个object做动作 都是在object mode里 那你如果在object里面 想要增加新的东西 好 我直接就进到这边 然后 我就可以还是一样用space 然后我就可以增加新的物体 好 然后这样的东西 它们最后要回到object mode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整体的object 好 所以object跟ad mode 很confused 但是我用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反应